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JJJS的包片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位于Brigeland这个社区的一套45万家里区间左右的房子 它的面积在3200尺至3800尺左右 四个卧室或五个卧室三个办洗手间 那一楼可以定做两个卧室在楼下的 然后也可以只有一个卧室在楼下 学区非常好 十分十分九分的学区 在新房社区当中Brigeland是2019年外的最好的社区 在全美国排名当中Brigeland这个社区在全美销售量排名第12位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这种好学区的新房子喜欢的话 欢迎叫微信关注我们微博联系我们 我是GG 我们现在看房子吧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建商 Westing这个建商的一个房子 这个建商的特点就是价格非常好 而且很有小轻奢的感觉 现在我们看的这一套呢 就是40来万的一个区间 40来万的房子 大双开门的配置 一进门就是很好的小轻奢丰 我之前介绍过一套也是他们家的一个房子 小轻奢丰 但是它那个旋转楼梯是朝客厅转的 他们有很多转法 然后非常一进门就是非常大的旋转楼梯 然后大高挑厅 这个房子的价位区间在42万至48万或者50万左右 所以他们这种的调调是做得非常的好 这是一个办公室 嗨,Petchy 你好 哇 Your Mandarin is very good 我们往前走 刚才说你好的就是他们的Sales 这个一个老大爷 但是很敬业的一个Sales 这是一个主餐厅的位置 整个主餐厅的感觉是调调就又不一样了 整个主餐厅的调调 就刚刚才我们看到很多房子又不太一样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现在先去这个房子的客厅看看 一进来就是大客厅 这个房子的特点就是阳光明媚窗户特多 这个房子的特点就是阳光明媚窗户特别多 你看我从这边看 阳光洒在大客厅里 我再转过来 整体的调调是很简单 但是很大气的 往里走就是它的厨房 我个人是很喜欢他们家的风格 主要是在比较好的价位的基础上 几乎所有很漂亮的房子的一些这个元素 它都有了 比方说 这个大理石台面 哪个建商都有 这个不算什么 那你比如说一件四十几万的房子 配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炉头 这样这个炉头就要一万多 当然它是一个家装 然后再加上里面 你看它会有一些小的 比较好的小设计 然后这个地方是女主人工作用的 像这种的小设计 是让人很舒服 很喜欢的 再包括厨房的旁边 有这样的一个台子 你看这样的一个酒棍 就一下子把房间的档次感就做出来了 然后呢 最惊艳的是这个房子的主卧洗手间 这个房子的主卧呢 有飘窗 阳光洒进房间里 我过来看 就这样子的 然后你看它的洗手间 洗手间 是很有调调的 它的浴缸在中间 然后两边都有一个sink 然后这边有一个化妆台 女生都会喜欢化妆台 朝着窗户 你看它正好有一个窗户 所以你化起妆来之后 就会觉得看得特别清楚 就是自己的毛孔 真的是清晰可见 然后浴缸的旁边 这边就是一个walking式的 一个淋浴间 所以整体来看 这个洗手间的感觉 真的是很美 你觉得我应该开灯看 它这个灯刚开 但是灯属于家装 然后浴缸旁边漂亮的 雪白色大理石 属于家装 然后我们洗手的洗手台 看现在这个造型是家装 如果您不家装的话 它的造型是普通一点的造型 但是整个洗手间的 整体感觉和构造 可以做成这样子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衣帽间 衣帽间是很大的 看得出来 衣帽间走出来 是洗衣房 然后洗衣房再走出来 就是刚才我们 进门的位置 那车库门在哪呢 这就是车库门 好了 一楼我们就看完了 我们现在去二楼看看 这个建商是可以 在一楼做两个卧室的 只是现在这个要满间没有做 如果您需要一楼两个卧室 完全没问题 一上来 就还是分左右两边 右手边 放映厅 这个放映厅其实挺小的 你看就坐人坐六个人左右的样子 放映厅旁边就是抬球桌 活动室 这种设计的房子 我们也看过很多了 然后再往里走 洗手间 洗手间有了 旁边肯定是卧室 对吧 对吧 卧室 这是楼上的第二个卧室 楼上的第一个 总体我们看到的第二个 其实这个卧室的面积不是很大 所以它摆了一个婴儿床 显得大 如果卧室比较大的话 建商会摆一个clean的床 好 现在看看这边 到了这边呢 我们就看得到 这是一个卧室 然后里面是洗手间 但是您看 这儿有一个门 我们先来这个卧室看一下 这个卧室 就是这样子 然后往里走 洗手台 洗手台里面 就是淋浴间 马桶间 马桶间往旁边走 是另外一个洗手台 另外一个洗手台出来 就到了另外一个卧室 这样的设计 两个卧室雇用一个洗手间 你看 这个建商的卧室小一点 所以它的床也小 这个床不是个clean的床 这个床应该也就是一个twin 好了 这就是我们看的 房子里面的感觉 现在我们去这房子院子看看 这个房子也是新房子 所以您买到的 不是样板间这个户型的话 那您的院子可以选 可大可小 样板间 所在的这块地 是一个正常的地 也就是说 你买到的房子 很有可能 跟这块地差不多大 所以我带大家看一下 就是比较正常大小的地 是什么样的感觉 后院的大小会什么样子的 我们打开门了 出来 你看就是这么大 还是很大的 大家有加紧八千尺 然后外面也是有这样一个pediu 这样的感觉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房子所在的 在休斯顿的位置 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地方 这就是休斯顿的 Bridge Land的这个社区 我们照常在大地图上来看一下 这个社区在什么地方 从休斯顿整体的大地图上来看 我们依然看得到 休斯顿像北京一样 有三个环 一个环 然后这边两个环 然后这边三个环 三个环 你看到到这儿 这个南部是没有连接上的 然后再到北部这边没有连接上 也就是说只连接到一半 这一个三环就是99号高速公路 休斯顿跟北京非常接近 如果我们从中间画一条竖线的话 那这边是西边 然后呢 另外一边就是东边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得出来 大多数时候我们介绍的各种各样的区域 都在西边 包括西北方向的Cypris 正西方向的KT 然后偏西南方向的Richmond 再往下西南方向的Sherland 然后包括现在有很多人会买这个 这一块叫Rosenberg的房子 然后呢在这边Stanford Missouri City 就在这些地方 好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呢 还是我们照样只看今天的这个比较准确 我们看的是 西南方向Cypris Bridgeland 这个社区的这一套房子 这个社区您在这个地图上也能看得出来 然后各种水系环绕 所以这个社区的环境是非常好的 我介绍过很多次了 光这个活动中心有三个很大的活动中心 绿化非常的棒 上过美国地理杂志 是休斯顿销量最好的社区 也是比较高端的 因为本身贵的有全定制房的一些区域 就是在类似这边这个区域都是全定制房 如果便宜点的话呢 也有在35万左右的一些房子 但是它没有太低价位 所以整体的档次还是不错的 税率是非常高的 有3.64那么高 但是学区非常好 看看它去亚洲城的位置 因为这个Cypress离这个 sorry 我们要搜一下Asian Town 到Asian Town基本上就是17分钟左右的样子 所以它去亚洲城是很方便的 但是如果去中国城的话 其实就有点远了 我看一下去Chinatown的位置 这个地方去Chinatown差不多要32分钟了 如果比较这个慢的话 还是就是要43分钟的样子去Chinatown 那我们看一下它去市中心的位置 如果去市中心的话 基本上也是在34分钟至40分钟左右 所以其实Cypress离市中心和Chinatown稍微远一点 但是环境是很好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Cypress离其他的 它这个周围的一些布局 打个比方说 很多这个朋友都非常非常在意的 打个比方 学校然后还有医院这些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学校 这个整个社区都非常 这个社区很大 但是学校呢就在这儿 大家画一下 这边就是学校的位置 这边有小学初中高中教会都在这个附近 那您看您不管住在这个社区的什么地方 离这个学校都不会很远 都在社区里面 那这儿还有一个小学 然后这儿还有一个初中和高中 所以三个地方分别都有学校 然后不管您住在社区什么地方都会非常近 还是挺方便的 如果说活动中心的话呢也比较好 地图上还没有更新出来 这是活动中心 活动中心我用另外一个颜色标识一下吧 比方活动中心白色 这边是活动中心 然后移进门的这个附近 活动中心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活动中心 这边也是活动中心 所以它有三个活动中心 也分别分布在小区的这个三个位置 整体来讲还是很方便的 好了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离这个地方比较近的那个医院是在什么地方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离医院的距离 那您如果买这个房子的话可能会在这个位置 不管在社区的任何一个位置吧 然后他去医院的距离的话就这样走 然后上这条290的这条路 然后医院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也非常近 那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离超市 这边呢整体就是这个社区目前的一个规划 您看到的灰色这个土壤的地带 其实也建成了很多房子的只是卫星图还没有更新好 我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周边的一些超市 因为每一个社区周边的超市其实都是很近的 比如说这边这儿有一个超市 然后再往前走 这边就是另外一个小的plaza 然后呢以后在这个位置全都是商业中心 所以它的商业中心也基本上就分布在三个角上 以后非常重点的商业中心会是在这条高速公路的两边来分布 因为新房子有些地方还没有建的非常完善 但是Bridgeland这个社区其实已经建了非常一大部分了 在社区在地图上感觉很小 那进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很大 这就是这个社区的一些分布了 如果您对修顿的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G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